每个人都有能力带着这份广大的发心 与自己的新结盟 我们必须明白自己的力量所在 修行的目的就是要让心开放 柔软慈悲 以超越封闭的恶性循环 让人生更开阔宽广 怒气像是不安体哭的孩子 这孩子渴望能被母亲涌入怀中 你就是母亲 请怀抱你的孩子 不停一直在的宿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许多人处境相同 但不会像你那样真气 他们耳听与你无异 眼见与你皆同 却都能保持冷静 不落情绪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即使生气 即使怀恨在心 不代表没有爱与接纳的能力 即使有了战时的杂讯 爱人无时不在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中文字幕——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中文字幕——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在一片碧蓝天空下 舒爽的春风越过绿油油的大地 如佛陀垂下双手轻抚万物 唤醒无影的盎然神迹 穿越过层层明目后 来到了静谧有温馨的坎顶护生园 位于屏东县春朴的坎顶偏乡 隶属于海淘法师慈悲之业中华呼声协会 在这占地约六分六的净土上 养育着许多的无名 拯救过无数刀口下抢救来的动物 以及遭人虐待遗弃的可怜小神秘们 放眼望去整个坎顶护生园区内 动物们的活动空间皆属开放式 一只只小鸭和大白鹅悠闲地漫步在广大的驴池边 有的在池旁梳理雨衣或互相嬉戏 有的在水上自在悠游 可爱的大白兔们自从由室内空间搬到户外后 有效地大幅降低了生病率 更激发其活动力 来到狗儿们的活动区 无论是幼犬或是成犬 一见到人群便奋力摇尾 伴随着此起彼落的叫声 此区除了有成犬坏 还有不足六个月的幼犬 以及出生不到三周 嗷嗷待步的狗仔们 猪舍里 贪吃的猪之门 大口吃的满嘴都是不亦乐乎 动物们徜徜在舒适安乐的氛围 呈现一片祥和的天伦图 天地有爱 人间有情 为了打造动物们安逸的生活环境 并维持园区的宇宙 除了感谢海淘法师慈悲的大爱外 也要感谢工作人员们 秉持着佛陀的教法 用爱心灌溉这片大家园 而为让子殊胜的慈悲善行 生生不息 所有的动物们皆能与此安详晚年 并且永续经营 坎顶护身员 动物们的桃花园 实践佛陀爱护一切生命的慈悲本怀 并成就救护生命的伟大功德 顾持账号 42138483 42138483 顾名中华护身协会 顾名中华护身协会 航族 Sami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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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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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字幕志愿者